台塘收入金一度陷入罗生门 2月6日食药署进行检验 验出了含有西部特罗0.001ppm 而台中市食安处同步来复验 结果为0.002ppm 确定是验出了西部特罗 到底问题出在哪个环节 相关单位得要调查清楚 民众才能安心过好年 猪肉里面食药署验的也是有 让数据说话 台中市食安处再次验证台塘安心屯 梅花冷冻露片 含有0.002ppm的瘦肉精西部特罗 所以那这一次台塘申请敷衍 我们也很快速的邀请公证人士 邀请卫福部 还有我们自己大家一起来看这整个流程 那昨天这些学者专家 这个委员来看 他们不只来看我们整个操作的过程 也把我们过去这段时间 做的这些相关的内容 整个都在审视一遍 都没有问题 秀出台塘肉品复验的时间轴 2月5号台中市食安处 亲自送检体到食药署 今天上午食药署公布验出 0.001ppm西部特罗 而台中市食安处实验室 2月6号依照公告检验方法 同步启动复验 包含食药署专家委员台塘 以及第三方公证厂商 共11位人员参与 全程录影存证 并在今天公布结果 而这一次中央地方的检测结果 也终于一致 验出禁用的瘦肉精 处长 副处长 以及我们的检验人员 两名 以及我们第三方的一个 公证的一个专家 就是我们震态检验室的 张家明商总经理 来参与我们这次的一个 复验的一个整个流程 从昨天开始 那台中市政府就有邀请 包括台糖 那包括中央 以及中央指定的学者专家 一共四方 共同进行复验 那从昨天开始进行 所以证据到哪里 就会公布到哪里 让证据说话 台糖瘦肉精一度陷入罗生门 台中市政府展现捍卫食安的决心 如今台糖猪肉片确定验出 西部特罗 问题出在哪 相关单位可要调查清楚 民众才能安心过好年